MDAC工作签证 MIDA工作签证 BSD工作签证 DVP专业和访证 RPT人才居留签证 学生签证 陪读签证 MM2H第二家园 是不是被马来西亚那么多种类的签证搞懵了 把死了 那今天呢 我们想来给大家聊一聊 在马来西亚留学 居住或者工作相关的 Visa 那些事 我发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资料 但是因为各种办理机构自己的翻译 变得非常的晦涩 很难以明白 有时候还真的自己办到的是另一种签证 都恍然不知 自己上官方网站读了半天 也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 因为都写得非常非常的官方 今天我就通过比较简明易懂的语言 来给大家说一说 这些Visa签证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这些都是我们公司这些年里慢慢给客户办理得到的经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跟马来西亚相关的内容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么今天我们先从Employment Pass EP工作签证开始 我们在这里简称为EP EP一共有三个等级 EP1号 2号 和3号 在马来西亚有三个机构是可以推出自己的EP签证的 分别是ESD 是移民局属下的外派人员服务部 MDEC是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 EDA是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那么这三个部门之间批发出来的签证有什么不同呢 又有什么申请常见的问题呢 其实三个部门所管辖的行业是有所不同的 ESD管辖行业范围比较广泛 而MDEC是管辖科技IT行业 而MIDA则是负责工业行业为主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想到马来西亚餐厅工作 那么你需要得到ESD批发的EP工作签证 如果你要到IT行业工作 那么你需要招聘公司到MDEC部门给你 申请属于MDEC的EP工作签证 不管是哪个部门批出的EP工作签证 只有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 可以携带直系亲属 也就是带上自己的配偶 孩子和父母一起入境大马 可多次正常出入境 可以在马来西亚开银行账户 孩子可以在所有的私立学校正常上学 分出EP工作签证的等级就是对应的工资 工资越高 那么EP工作签证的等级就越高 那么有收入 那么在大马就是需要缴个人所得税的 交税后大马有了记录 就能按照大马的收入比例贷款购买产业了 当然想在大马之业的可以找我哦 哦忘了 还有很多人问EP工作签证 可否在大马开办公司 这是没有问题的哦 那么EP工作签证有五年两年和一年的期限 当然也能够重新申请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也欢迎你把视频存起来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之后有用的时候可以找到 接下来就来到了PVP 中文叫做专业人士到访签证 时常有人说这就是工作签证 其实这个不是的哈 PVP是一种临时的通行证 主要允许外国工作者 与马来西亚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 再到大马进行商业或者是专业的访问 PVP可持续最长12个月 一般申请PVP签证都是比如说教授、讲师、研究员、顾问、机械 或者设备的维修专家 这种签证不能携带家人 也不能在大马开银行账户 接下来就是一个含金量比较高的签证 叫RPT签证 也叫人才居留准证 是一种为期十年可多次出入境的签证 无需雇主 它是针对国家关键经济领域NKEA相关的优秀外国人才而设的 得到RPT签证 允许在大马居住和工作十年配偶与18岁以下的子女也会获得居留证 当然配偶也是可以在大马工作的 另外有一个好处就是 双方父母都能够同时办理附属签证 一起到大马生活 这是唯一一个双方父母都能够一起办理的签证 其实RPT签证跟我们之前提到的EP工作签证 是有关联的 拥有一批工作签证 并在马来西亚公司工作了三年 同时在马来西亚至少完成了两次纳税才能够申请 哦 另外这个签证也是可以在大马开办自己的公司 学生签证 不明思义就是来马来西亚留学的学生们才可以申请的 在吉隆坡马来西亚移民局 目前只有对满七岁的学生发放多次出入境的学生证明 在获得马来西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之后 一般都是由学校负责帮忙申请学生签证 学生签证是需要通过马来西亚教育部和移民局去申请的 办好了孩子的学生签证 接下来才能申请母亲的陪读签证 陪读签证一般只会发放给女性 也就是学生的母亲或单亲的爸爸 陪读签证是无法在马来西亚工作的 这里要注意的是不是每一所学校都能接受学生签证的 但是所有的学校都能接受 学生的EP工作签证的附属签证 RPT人才居留证的附属签证和MM2H第二家园 最后就是前面提到的MM2H第二家园计划 第二家园计划是2002年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 外国人长期居住的计划 第二家园计划可以说除了不能在大马工作之外 其他基本算是所有签证里税员方便的 申请人必须要35岁以上 可以携带直系亲属一起遗迹大马 孩子可以在马来西亚任何国际学校上学 公立学校的话需要到学校拿到学位才可以 另外第二家园持有者可以在马来西亚开办公司 不需要本地人作为股东 只是不能在自己的公司里拿工资 因为第二家园规定是不能在大马工作的 第二家园是一个永久的身份 每五年更新一次 只要50万马币的定存没有取出 就可以一直更新下去 这些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跟留学工作和移居身份相关的内容 如果说你有什么其他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如果说大家问题比较多的话 我也会再出一期Q&A聊一聊大马Visa的相关这些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个赞和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 海外资产配置我相信你也做得到